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去看守城门 使人民确实守安息日为圣日 我的上帝啊 求你为这事纪念我 并且因你的大慈爱怜悯我 安息日是上帝的诫命 但不是作为处罚还有限制 而是为保护所有人能够进入安息的日子 尼西米在犹大看见人们仍在安息日为生活劳碌奔波 而不是在圣殿还有自己的家中享受上帝的安息 对此事尼西米感到相当的生气还有难过 于是他就责备犹大人的领袖 为何在安息日仍有许多劳动还有买卖的行为呢 这根本就是默许 城中富有的财主 还有那些有势力的人剥夺了劳动工人休息的时间 在新约 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 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只要是人都应当休息 不能剥夺任何人休息的时间 休息的人不分贵贱 休息的人职业也不分高低 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安息日 其实不难发现它有多种层面的功能 能够帮助我们进入生命和谐的关系 不仅是我们自己跟自己 我们和他人 甚至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首先 安息日不仅让我们能够在休息中 恢复自己的精神还有体力 在家中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修复关系 并增进感情 在圣殿中我们可以与上帝相连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让我们成为忙碌或者工作的仆人 让工作或者是马门金钱成为我们生命侍奉的对象 因此分别为圣带有拯救的意识 祈求上帝让我们在一个忙碌的 一个礼拜忙碌的生活中 在安息日这一日被分别为圣的一日 被上帝拯救 现代人除了忙碌之外 其实更难安静 网络的发达 使得我们无时无刻都得处理各样的事物 或者要随时去更新一些正在发生的资讯 有时候即使我们躺在床上 我们的手还是离不开手机 专心划着手机 看着别人的动态 或者是看着信箱 有时候我们与家人享用大餐 我们却没有什么多的互动 在教堂我们听牧师讲到 我们却想着明天所要做的事情 所要做的工作 我们虽然在此时停止了我们手中的工作 却仍然忙碌于另外的事 我们不断的在担心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 愿安息日使我们能够学习活在当下 享受眼前的快乐还有平静 并享受与上帝同在的美好还有安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为我们设立休息的日子 让我们可以好好地休息 恢复我们的体力还有精神 一边往下个阶段努力 让我们可以跟许久不见的家人和朋友联络感情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学习安静 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上帝 你掌管一切 我们的生命不是金钱和工作 或眼前忙碌 愿我们此时领受从你而来的平静 还有安稳 然后再出发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